嗨,大家好,不见得山姆大叔又来了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看这个经典的倒车 以及在视频尾部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们记得看到最后,视频中在倒车的这个司机的话 相对来说他也算是老手 你看他的倒车的话就会觉得 你看他倒车的话,其实大方向跟倒车在往前拉 种种的这些情况,他的操作方式 你去看他的话就知道 他的操作方式是比较有经验的 像这种情况下,左边和右边的距离 隔壁的车厢的距离是离得非常近的 这个间隙是非常小的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如果是新手司机的话 可能就非常难到,可能要折腾很久 但这个老司机他的操作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节点他的这种操作方式 他的倒车,这不需要说 你一定要拉得很远 稍等一下 看他在这个倒车还往前拉的过程中 你们注意去观察的话就会知道 其实很简单 其实点就那么一点点的地方 你不需要说把车子走得很远 在你需要调整方向的时候 也是慢慢调 车速不要太快 像这种比较窄的地方 窄的空间的情况下的话 就是要慢慢调 车速放慢 一点一点调 那你要往前拉的时候 你看他拉 就拉那么一点距离 可能就一米的距离大概 然后又开始调整方向 继续往后倒 这就是有经验的实际他的操作方式 不需要说拉得很远去 因为如果你拉得很远 本来这个地方就是很窄的 那如果你拉得很远的话 往前拉 拉得很远再往后倒的话 那个整个方向就是那个空间又会乱掉 因为你在你打方向的过程中 然后车子在移动 它的这个空间角度都在变化 所以你如果倒的差不多了 只是差那么一点的话 你只要往前走一点 调整一下方向 把方向调整好 然后继续再往后倒 那一点一点的去调它 我们像这种连接车跟那种连体车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距离角度只是一点点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可以进去的 所以有些如果没有开过挂车的 没有开过这种拖头的 有的人来指挥你来倒车的话 其实他们根本就是不懂得该怎么去指挥 不知道你需要打哪边的方向 以及你要走到什么位置 然后你需要回方向 该怎么去调整 尾巴该怎么甩 也如果没有开过这个连接车的话 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指挥 如果按他们那种去指挥的话 其实有时候根本就倒不进去 你只能让他们去看这边还有多少距离帮我看一下 因为我在倒车的那个另一边的角度我是看不到的 就好比他在倒车的时候 他的右边的话是看不到的 所以有如果需要帮助看就是要有人站在右边看他的这个右边的间隙还有多少给他显示一个距离 你可以用一个手势大概的距离给他平化出来就好了 他会知道心中有说这边还有多少距离还有多少的空间 然后是需要向左调整还是向右调整 这样就够了 像在他倒车的过程中其实在我的左手边就是在他这部倒车的右手边其实有很多部车子都停在那里等待他们倒车 你们看到了吗像视频中那一部车头人 人家都已经停在这在等 但是他一定要从别人旁边再穿过去 以为说可以直接开过去 其实人家都很按顺序的来 一步一步车子 看到前面有人在倒车 因为都是卡车司机都会相对停下来 因为知道这个卡车倒车的时候 需要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 人家都会停下来去等待 相对他就是往后倒的时候 然后再往前开 但是有些车子就是人家已经在前方在等待的 他还要超过人家去开到人家的旁边去 就是想越过人家先开走的意思 就是很赶时间的那种 其实这种情况 这种做法其实不可学 这样子严重地干扰人家倒车的视线 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这种行为是很不文明的 其实如果当我们自己在倒车的时候 如果别人也这样子一直怼着你的话 逼着你要快一点的话 你觉得会心情会平静吗 是吧 所以说这些事情不可取 我建立了一个群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扫码加入 我们下期待聊 那我们下期待